法老对约瑟说 神即将这事都只是你 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民都可以 我都必听从你的话 唯独在宝座上 我比你大 亲爱的弟兄姐妹 法老王将焦点放在月色身上 月色却将焦点放在上帝身上 那是由于法老没有信仰 他看见的是月色 却看不见月色背后的上帝 而月色拥有信仰 他清楚法老之所以看上他 是由于他背后的上帝所使然 最重要的是 月色的生命见证 让法老知道有神的灵在他身上 正如保罗说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我们周遭的人 他们要求的是看得见的具体的我们 不是看不见对他们而言是抽象的上帝 另一方面 我们又清楚的知道自己如同月光 我们的光 我们的光乃是从日光反射出来的 并非源于置身 保罗称他与基督同定时将 并不断地与基督联合 因此他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一个不断计较在耶稣基督生命的保罗 是一个让人可以效法的人 关键性就在计较 在心理上 当人计较在失败上 往往就会失败 如果我总是想着最糟的 那最糟的状况就会出现 同样的 如果我把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 结果就会失望 如果注意力放在鬼的身上 会让我们充满恐惧 相反的 若把注意力都放在神的身上 就会让我们充满希望 和谐 安心 当迦勒与耶稣亚 将焦点放在神的身上 他们充满信心 深信上帝会将迦南美帝 赐给以色列人 同样的 当我们的生命 计较在耶稣身上 在圣灵的帮助下 让我们与基督相联合 使我们越来越像 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帮助我生命的焦点 像罪是死的 像义是活的 心思意念 连移基督 昼夜思想 耶和华的律法 好让我的 一言一行 彰显基督的永美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